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晚年福气很好 不但衣食丰盛 且能够大富大贵 儿女促膝 子孙围绕 但是如果法令纹或者是下巴位置长有黑质 则代表着子女与自己的距离比较远 儿女难以亲自照料 二 眼下有卧蚕 睫毛下方饱满风龙 就像是握着一条蚕宝宝一样 这是卧蚕的特征 有卧蚕的人一生运势嫁 若为女性则能嫁贵夫 儿女有出息 晚年能得以享受儿女的福气 若为男性 事业能有一番作为 桃花运旺盛 但如果这个位置有伤疤或者是黑质 在早年会比较辛苦操劳 晚年运势才得以回升 三 鼻梁笔直 鼻头原谅 鼻子在相学中又被称为财博宫 主导的是人中年的总体运势和财富运势 因此相学中和财富有关的常常 都会和鼻相离不开关联 鼻子是象征中年运气 此时期大家正是经历 分析能力和人生阅历等方面 最为高峰的年龄 所以许多的富豪都是利用中年运势来取得财富 所以如果鼻梁够笔直 鼻头够原谅 便象征此人将在中年时大展宏图 事业和名利双丰收 四 额头高而发亮 对于一个人来说 额头高而发亮是好的 说明你见多识广 头脑聪明 有一定的思维能力 事业心强 在事业上可小有成就 但是对于感情 婚姻来讲就不是很好 但是好在你的山根有利 可以弥补不足 耳垂大而饱满 双珠炒口 福气满满 晚年可享清福 配合得阔圆润 子女孝顺 为其少操心 望子可成龙 但是没有高挑之势 好胜心强 知足常乐为好 五 双目有神采 面相上看 其实一个人的眼睛长得很有神的话 说明了这种人为人是很聪明的 做事情的时候也有主见 够坚定 从来都不依靠别人 所以这种人生活中做事情的时候 他们从来都是比较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而且非常的坚定 所以在未来的生活中 他们其实会是属于那种 能够为自己未来打算着想的人 对于这样的人来说 未来他们会很容易获得成功 所以未来这种人晚年的福气是很大的 子女也会很孝顺 六 面相耳垂珠厚大 面相上看耳垂珠很厚的话 说明了这种人天生就是很有福气的人 并且寿命也是很长的 耳朵是福气和财富的象征 耳垂珠越大越下垂代表了越是有福气 耳垂珠厚大的人生性善良 还是那种很有包容心 有爱心的人 生活中很喜欢帮助别人 所以有着很好的人缘 这种人无论什么阶段都会有极强的运气 总能够逢兄化吉 到来中晚年的时候 这种人基本就是享福的人 根本不用担心钱财的问题 而且未来儿女也是很孝顺很有出息的 所以他们一生都很顺遂 不用操心 七 面相地格方圆 一个人的地格指的就是个人的下巴位置 地格也是看出晚年运势好不好的面相之一 一个人的面相上看 如果的格长得比较饱满圆润的话 说明了这种人为人是比较有福气的人 这种人生活中为人比较和善 好相处 也带人比较好 所以他们会有很好的人缘 下巴长得圆润的人是有后福的 所以这种人未来是福气很大的人 到了晚年的时候 他们不但身体状况很理想 而且非常有子孙运 这种人能够享子孙福气 而且晚年会被照顾得很好 会很受尊敬 受尽福报 晚年生活安逸 八 面相天庭饱满 相学上面认为 天庭所指的就是个人的额头位置 若是一个人的额头长得饱满 说明了这种人 天生就是有福气和观韵的人 这种人一生之中都不会有什么坎坷 并且这种人生来就是非常有智慧的 为人很聪明 很有上进心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自身就是非常优秀的人 而且这种人有很强的判断的能力 总是能够以自己的角度去分析问题 快准狠 人生敢想敢做 并且有勇有谋 懂得理财 所以说他们一生之中会有很大的成就 就算是靠着自己的努力 也可以赚取很多的财富 并且到来晚年的时候 可以说是非常享福的一种人 这种人晚年不但不缺钱用 而且还会有儿孙孕 会享尽天伦 九 鼻头有肉 鼻头有肉的人 一般都性格温和 待人待事很有一套 不会与身边的人发生口角 并且还会很善于处理人事矛盾和纠纷 婚后根本就不会担心 与家人相处起来 会有困难 并且此人还会给予丈夫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 在家人的事业生涯的转折点 给予家人指点迷津 使家人的事业上能够更加的有经验 做起来也会更加的顺利 飞黄腾达的几率非常大 日后可以保证安枕无忧 不缺钱花 十 眼睛细长 若人眼睛细长的话 那么其一般都是比较有耐力的人 除此之外 他们还有着比较长远的目标 且也会为此而努力拼搏 即便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 他们也不会因此而停下 反而能够变得更为坚定 从而为自己的晚年生活 创造了了较好的基础条件 十一 脸型上窄下宽 人的面部分围上中下三庭 中下部分代表着中年以后的生活 所以如果一个人的脸型上半部分比较窄 到了下半部分逐渐显宽的话 那么代表这种人往往会在中年之后 渐渐发达 不仅生活地位提高 家庭也会变得更加和睦幸福 属于典型的中年后好运加深的面相 十二 田宅宽阔 眼镜和眉毛之间的部位叫做田宅宫 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人的房产 财产等情况 如果一个人的田宅宫部位有恶志 疤痕的话 代表这个人在生活中多运势受阻 家产少 很难受到祖上的硬币 而一个人的田宅宫若是相对宽阔 皮肤色则好 没有疤痕斑质时 则说明这个人背后隐形财产富有 即便到了中年也能渐渐发力 从而拥有更多的资产和财富 十三 嘴巴厚实上扬 一般来说 嘴角上扬的人天性比较乐观 所以有这类面向特征的人 面对困难也能迎难而上 勇敢积极去面对 而嘴唇厚实再加上嘴角上扬的话 一般步入中年好运连连 无论是事业还是财运都能变得顺利起来 因此 这类人的中年后 好运与他们在年少时期的奋斗 是分不开的 十四 方脸且耳朵大 方形脸的人 往往做事低调稳重 不会胡乱张扬 属于可靠型人格 因此 他们会在事业和财富上 往往早做规划积累 到了中年后 自然变得更加顺利 如果方形脸再配上大大的耳朵 那么这种人就更有富贵和福分 中年之后运势更加上涨 财运稳赚不赔 事业步步高升 家庭愈加和睦幸福 十五 全股高耸饱满 其实 全股高耸饱满的面向是很好的 能看出 这个人拥有很高的权力欲望 更是容易成功的 在工作中 是能很好的表现自己的才能 领导能力也会很出色的 轻易就能得到领导的赏识 对于他们来说 当上领导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拥有的财富是会有很多的 容易成为成功人士的 名声很大的 就是越努力越幸运的 晚年能够享福的人 并不是靠着运气的 这类人年轻的时候 一定是经历过生活的风霜的 有的人是辛辛苦苦走过来的 当然了 也有的人一生都过得比较顺利 不管是哪种人 晚年有福可享 那么这类人一定是懂得好好珍惜生活的 这样的人自然是值得被生活所善待的 最后不过是拥有了自己该拥有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